歡迎各位貴賓來到我們9B21的展示攤位 我是應用技術中心林中葉 接下來由我介紹歡迎工業4.0的相關應用技術 工業4.0自動化、智慧化、物聯網、電腦化等等的相關名詞 可能會混淆到所有的事件 但是我認為工業4.0應該是透過數據收集 來讓我們的生產提升更多的效益 降低更多的成本、減少更多的浪費 這才是工業4.0真正所要追求的核心一定 在工業4.0導入前我們必須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數據應如何採集、應如何運用 所以在導入系統之前我們必須要思考 我們所採集的數據種類是否能符合我們的需求 比如反映這個設備的使用狀況 反映我們生產的瓶頸最近在多處 以及反映整個工廠的生產損失到底在哪個地方 除了上述所說的這些數據 因如何反映生產瓶頸之外 我們必須要針對工業產品所展開的 ZorMap 進行推進的思考 首先這些數據取得難易度 以及我們所能產生的附加價值 舉一個例子來說 蘋果樹下地上有好的瓶頸 那我們是腐蝕即次的檢測 我們寶龍蘋果還是取得樹梢上的一個瓶頸 那在生產的現場當中 其實數據能夠反映很多的面向 在一開始工業市里的導路的時候 我們都比較傾向在數據管理方面 能夠彰顯出整個生產管理上面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整個這個換模時間到底有多壞 那是不是所有的團隊在換模時間都取得一次的標準 這是我們在思考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在未來工業市里的導路規劃時 這個未來的狀態的時候 它是不是需要跟ERP做連接 需不需要跟MES做連接 其他的系統運用面做連接 那這就是考慮整個系統的一個開放性 傳統的生產模式 生產的事故 仰慨他們的經驗 調整所有的成型的一些品質上的問題 但未來可能透過這些數據的收集 我們可以仰慨這些數據來告訴我們 品質上真的出問題的原因 就一定在哪些地方 甚至能夠幫助我們更快速的 這個收斂我們的一個品質上的問題 那這必須考慮的供應商 是否能夠提供您相關的一個教育局面 以及就是我們是否具有工程數據閱讀的問題 那整個工業4.0發展遵循的一個方向 如何讓生產股定 如何讓生產優化減少浪費 再搭配我們的機械手備 無人自動車跟很相關的運用 接下來才是談的是什麼 單機的收集 如何讓機台根據環境的變化做示意性的調整 以維持我 繼續生產出良好的品質產品 在科技市民導入的瓶頸當中 其實會面臨四個議題 第一個 量測監視 究竟我們要量測哪些數據 能夠代表生產的技術 究竟我們要量測哪些數據 能夠代表我們生產的品質 第二個 數據收集 我們用什麼方法來進行收集數據 我們用什麼樣的通訊協定 讓機台跟機台或生產暫停跟生產暫停之間 充滿巨型的活動 第三個 如何建模解析 透過數據收集 數據比對 如何快速查找到我們真正的問題 產生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第四個 智慧決策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單機系統 如何根據環境的變化做參數的自動調整 以確保品質能夠繼續 持續的產出優良的品質產品 傳統數據收集的方式 透過傳統能夠收集數據的解析 產出報表等等的 當這些問題呈現在 我們工程師的手上的時候 可能已經失去了它的時效性 那問題已經擴大到 這個抑制的一個狀態 所以透過現行的方法 如何利用IT的這個技術 達到快速數據收集 甚至轉換成 需要的這個生產問題的查找報表 能夠協助我們的技術團隊快速的出現 能夠協助我們的技術團隊快速的出現 謝謝大家